哈喽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我们来看一部轻松的动画短片,都是天使惹的祸。 咖啡屋的小美身边有个小天使小黄,这天随着一辆货车的到来,到来了一个男天使小明。 小明向小黄打招呼,但小黄的目光却被咖啡屋外的一个高富帅吸引了。 他急忙上前去,准备为主人小美射出丘比特之箭。 然而,因为一只蝴蝶导致箭射偏了,爱之箭就这样射到了高富帅身后的快递员身上。 快递员立马就对小美一见倾心,面红耳赤地将牛奶掉在地上。 善良的小美于是上前帮快递员捡牛奶,快递员的天使小明欢喜得不得了, 然而小黄却开心不起来。 他的主人可是要嫁给高富帅的哟,怎么能便宜了快递员呢? 就在小明即将对小美射出丘比特之箭时, 小黄立马蹦出来将她暴揍一顿。 然后他又想方设法地去拔插在快递员身上的箭。 然而,小美和快递员捡牛奶捡着捡着,手就碰到了一起。 小明又趁着这个档准备继续朝小美射箭。 谁知,半路又被小黄截糊了,小明立马又发射出了连环爱心箭。 小黄为了挡箭将桌子掀了过去,快递员为了保护小美, 于是抱起小美开始转圈圈,最后成了这个暧昧的姿势。 正当两人即将发生点什么的时候,小黄祭出大招, 他将恶魔之箭射向小美。 小美立马就对快递员变了脸,一把推开他进了屋。 小明继续朝着进屋的小美射箭,小黄一看又是这个小明在坏事儿。 两个天使扭打起来,结果一转眼,小美又和快递员坐在一起喝咖啡。 正当两人刚要亲密时,小黄又射了一只恶魔之箭。 小美立马打了他一巴掌,小明又继续补上爱之箭,小黄也不甘示弱。 快递员就这样在小美爱一阵,恨一阵中,反复遭受了折磨。 最后两个人摔倒在地上,气氛恰到好处。 在小美即将亲上快递员时,小黄终于忍不住射出了一把恶魔之箭。 剑将小美扎成了一只刺猬,小美也因为受不了狂奔到马路上。 小黄看见小美失控,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 她追上去想要拔掉恶魔之箭,却怎么也拔不出。 这时,一辆车冲过来,就在车即将撞上小美时,快递员出现救下了她。 小黄终于明白有情人的可贵,她终于决定向快递员射出爱之箭。 没想到剑再次射偏,扎到身后的高富帅身上。 哎,结局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呀。 故事还算轻松幽默,同时也反映了大多数女人在恋爱中的状态。 好了,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见。